哈囉大家好,我是Weaver 作為排球少年的主人公 志向排球進步的速度和幅度可以說是本作之最 排除國中那段沒有接受正規訓練的時期 進入午夜高中之後 從最初與英居的列級賽 IH預選賽,再到春招的全國大賽 一年不到的時間 志向就從一名菜鳥成長成了一位 讓全國等級的選手都不敢忽視的存在 這除了是因為他本身就擁有優秀的運動能力之外 更重要的是 他對於排球的熱愛是常人無法契集的 然而,比起另外一位身高同樣不高的選手 星海光來 雖然兩人打的位置不同 但還是可以很明顯的看出 高中時期的日向和星海還是有一段不小的差距 不過在高中畢業之後 經歷過了更多場的比賽 以及到了87接觸殺牌之後 日向的技術又進化到了更高的檔次 他的實力是否已經追上 或者是說他已經超越星海了呢? 今天的影片就要以我自己個人的觀點 和一些腦補來和大家聊聊這個話題 我知道兩人打的位置不同 不太能直接比較誰搶誰弱 因此我會先比較他們在進攻和防守端的能力 再去討論他們對於一支球隊的影響力 也歡迎各位提出自己的看法 留意影片會提到漫畫職業篇的內容 提醒動畫檔的各位在觀看之前請務必三思 接著就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如果你喜歡排球少年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也別忘記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能在第一時間收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 成為職業選手之後 日向提升最明顯的 就是接球的能力 如果說 把鳥者的一年級強化可塑 開啟了日向接球的任多二賣 大到87打殺牌的經歷 就是讓他學會了名為接球的如來生長 由於殺地和硬地不同 不僅難移動也不好起跳 外加室外球場會有風的影響 這件外在的因素都讓日向鍛鍊出了更紮實 跟穩定的身體協調性與腳步 以及能夠更精準地判斷球入的能力 高中畢業後的尹三 成立代表日本參加世界選拔賽 面對到強敵法國隊的時候 他創下了連續5G S球的紀錄 一度把法國隊逼到絕境 然而 日向在職業賽場上 面對到尹三的第一顆發球 就能夠漂亮地接起來 不僅如此 在AD對戰BG的那場比賽裡 日向也曾俐落地化解過 扭倒大砲式的扣球 所顧若顧劇劇劇變化的跳飄球 莫梅諾的小球 以及欣凱瞄準後場的長攻 甚至可以說 如果少著日向的接球 BG就戰勝不了AD 欣凱的接球技術雖然也很頂級 能夠應對公佑 投球掌以及目渡等人強力的攻擊 但日向在判讀對方行為的能力 高出欣凱不少 而這點是影響接球能力的關鍵之一 日向會去觀察對手 並且把對方也會觀察自己的這一點 也納入考慮之中 簡單的說就是會去預判對方的預判 甚至還會精心設局 進而創造對自己有利的局面 這是他在巴西的時候 從集穿那裡學來的 例如諾美諾騙過三人籃網的那些小球 以及欣凱瞄準後場的扣球 都是日向可以讓他們那樣做的 他先是利用站位控出控擋 並又使對方以為那裡是防守漏洞 而往那裡進攻 諾美諾的那球 日向推到了後場 並控出了前場 又使他打出小球 而欣凱的那球 日向則是往前站 並騰出了底線的空間 等對方出手後 再迅速移動過去進行防守 也就是因為這一點 我認為日向在接球方面的能力 在星海之上 接著來談籃網 職業時期的星海的身高為173.1cm 而日向為172.2cm 兩人只相差不到1cm 雖然官方並沒有公布他們在職業時期的籃網高度 但我個人認為應該差不了多少 但論籃網方面給予對手的壓力 日向高出星海不少 這點同樣可以貴公於 日向在判讀對方行為的能力 比星海高出許多 首先是日向在面對對方打手出界的時候 他可以辦到像月島在春高對位星海那樣 立刻收起籃網的手 進而讓對方失去Touch Out的目標而扣出界 不僅如此 日向還會運用他超強的機動性來進行籃網補位 導致對方在扣球之後才驚覺 怎麼眼前多出一個人 星海就曾經吃過這個虧 在對戰BJ的比賽裡 劉球星海在攻擊之前 只有一位籃網手擋在自己的面前 因此他的扣球很順勢地避開了那個人 但當球扣出去之後才意識到 日向早就已經看準時機跑過來補位 由於扣球時 星海的目光是向上專注在擊球 以及起跳的籃網遠的身上 因此才會沒有注意到 球網之下只有172公分的日向 這種神出鬼沒的打法 也難怪日向會被大家稱為 忍者響雅 講了接球和籃網 目前是日向站的上風 而接下來要談的是重頭戲 也就是進攻端 直接偏星海所打的位置是主攻手 而日向打的位置則是舉隊 在現代這個越來越重視進攻的META裡 對這兩個位置而言 得分能力是評價戰力的一項重要指標 先來聊聊發球 日向在高中篇的其中一個弱點 就是他的發球沒有什麼威脅力 不過到了職業篇 他原本軟啪啪的上手發球 變成了威力十足的強力跳發 在對戰AD的那場比賽裡 雖然他的第一顆發球就發出界 但卻離邊線很近 很明顯是刻意瞄準那裡的 侵略性十足 這也讓星海嚇出了一身冷汗 而在經過的一番調整後 志向的發球也漸入佳境 後面的發球不再發生失誤 甚至在比賽的後段拿到了一技S球 不過我認為 在穩定性以及威力上 志向的發球離星海還是有一段距離 星海在職業篇的那場比賽裡的發球 完全沒有失誤過 不僅如此 也會起球甚至還砸在球網的擺帶上 以星海高水準的控球力來說 我認為他是故意瞄準那裡的 至少是有刻意的壓低球路 讓球插到網的機率提升 目的不為別的 就是為了來個措手不及 已打亂對方的一傳節奏 而根據職業篇公布的角色六位能力 星海的爆發力為5 力量為4 而志向的爆發力為5 力量為3 星海在力量上高速了志向一點 因此從這邊可以推論 星海發球的威力應該是高於志向的 順帶一提 星海六位能力的總分為29分 畢竟滿分30 是所有選手中最高的一位 接著來談扣球 經歷了高2高3以及87殺牌之旅的磨練 志向的跳躍力又更上一層樓 他可以做出連職業選手都感到驚艷的超高彈跳 而根據AD隊的自由人 平和島所說過的那一句 除了光來以外 他有別人可以跳得那麼高嗎? 來推測 此時志向的扣球高度應該和星海不強上下 而他的扣球技術也變得更加顯熟 不僅控球力提升 視野也變得更加清晰 面對籃網時還能夠適時的打出打手出界 不過日向的強項依然是在快攻以及扮演右耳這個角色上 他可以和攻右做出負節奏的超快攻 這個時期的這招 比起在高中時期和影三配合的東起跳怪人快攻 還要來得更高更快 不僅如此 志向在打超快攻的同時 還能夠仔細觀察對手的籃網 接著做出瞄準縫隙的扣球 或是打手出界等高難度技巧 大大增加著防守這招的難度 因為隨時都有可能會起跳打出超快攻 再加上日向超高的機動性 時不時會做出橫跨球場的平衣跑動 正讓他成為了一位難以被忽視的超級幼兒 另一方面 根據烏陽教練的說法 他認為其實以當前欣凱的實力 只要二傳手具備高精準的舉球技術 他也能夠做到跟志向一模一樣的超快攻 只是欣凱還不做而已 因為比起速度 空中的餘裕更能夠讓他發揮實力 只要有一顆高的舉球 他就能夠得分 欣凱是空中戰的高手 應該說 論空中戰 沒有人可以凌架在他之上 首先是他和志向一樣擁有非常驚人的跳躍力 不僅如此 他在助跑準備起跳扣球的同時 會快速觀察並判讀對場所有球員的位置 及他們的行為 有多少人會上來攔網 只有球員的位置在哪 以及是否有球員退到場後提防打手出界等等 因而在腦中模擬好待會扣球時 會有哪些進攻的選項 再加上欣凱擁有精準無比的控球能力 被輕易的瞄準攔網的縫隙 或是扣向沒有人防守的地方 除此之外 從高中偏春高的八強戰就可以得知 星凱的進攻手段非常多 他不僅會打手出界 會打落在底線的長攻 還會放小球 因此要防守星凱的難度非常高 其中的打手出界更是幾乎等於無解的存在 這倒只有被越倒利用收手閃躲破解過一次而已 不過到了職業的賽場 有越來越多選手會利用收手閃躲來應付打手出界 但星凱也想出了應對的方法 他可以利用自身驚人的瞬間判斷能力來化解 有一球星凱面對三人籃網 他第一時間選擇瞄準籃網高度最矮的日向 並試圖擊出打手出界 但這個意圖很快就被日向給識破 於是日向瞬間收回籃網的手 想讓星凱也扣出界 但星凱也在瞬間觀察到了日向的動作 所以他立刻調整擊球的角度 然後硬生生的把原本會出界的球給扣在場內 能夠做到這種第一步就說明 星凱的打手出界基本上已經成為了 無法用籃網阻止的救急攻擊 而看到星凱做出這種鬼神般的操作 月島跟驟神的哥哥 這兩個會收手閃躲的籃中 都在場邊瑟瑟發抖 雖然這個時期日向的超快攻比以前更難守 但這招並沒有像星凱的打手出界那樣無界 畢竟他的效果會隨著使用次數增加 而遞減的這個弱點並沒有改變 所以宮佑在職業篇的那場比賽裡 才會沒有配多少球給日向打 因此我認為 當論個人的得分能力 星凱肯定是在日向之上 他甚至有能力和其他頂尖的攻擊手 浮牛島、蜂蜂、木兔、若美諾等人 爭奪最難防守的攻擊手這個位置 且星凱對於二傳手的要求比較低 只要一個足夠高的拖球 就算沒有舉得很好 他依然有辦法可以得分 在職業篇裡就有一球 品三為了去救隊友接噴的球 先是越過的球網到達另一側 然後再從場外把球給舉回去 而那球並沒有辦法舉得很好 然而 面對這顆不規則的舉球 星凱依舊可以扣出突破三人籃網的自勝球 他靠著自勝的硬實力提高了舉球的容錯率 而這也就意味著 星凱也可以很輕易的融入任何一支球隊 降到之下 志向的打法就比較吃和隊友之間的配合 隊伍中的二傳能不能和他配合打出負節奏的超快攻 將會直接影響志向的威脅性 好在攻右正名的 除了影三之外 世界上還是有其他人能夠舉出那種拖球 而雖然志向在個人得分能力方面不及星凱 但他在隊伍當中就像是懲罰一般的存在 隊伍整體的實力越高 志向所產生的正向化學效應也就越大 除了右耳這個能夠讓其他攻守更好發揮的特性之外 志向還是一個全能型的舉隊 這點就跟道合琦的公志很像 其實在志向加入之前 MSBY黑狼隊的舉隊是207公分的大砲型選手 班茲 論進攻火力志向是絕對沒有勝算的 但志向是最能夠取代班茲上場 就是因為他能夠做到對方做不到的事情 且這件事情是能夠帶領隊伍走向勝利的 志向和公志一樣能夠在二傳手無法舉球的時候 接任傳球的任務 他甚至可以做出備傳、假攻徵傳 或是在舉球時突然轉換成用左手扣球等高難度技巧 只要搭配得到 志向所在的球隊就會有很多種戰術變化可以使用 不得不說 公佑真的是很幸運很幸福 雖然自己的弟弟在高中畢業後就不打排球了 但成為職業選手之後 還是可以繼續跟志向這樣與志同類型的選手搭檔打球 綜合以上 我認為論防守能力 志向優於青海 而論個人得分能力,青海則優於志向 第一方面 青海比較不吃隊友 容錯率較高 而志向雖然比較吃隊友 但他的上限也相對更高 隊友的平均實力越強 他的影響力也就越大 不知道各位的看法為何呢? 你覺得成為職業選手後的志向跟青海才比較難纏 以及你最想和他們之中的哪一個人當隊友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與大家分享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別忘了幫我下喜歡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以及按讚追蹤我的粉絲專頁 我是River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